北京冬奥会男子短道塑滑 大陆选手任紫薇夺冠 但这结果却让韩国选手很不服气 因为在准决赛中 韩国选手黄大县和李俊瑞 原本分占一二名 但裁判判定犯规 取消两人成绩 进入决赛后 又有匈牙利选手刘少林被判犯规 才让中国队难刮了冠亚军 赛后韩国跟匈牙利都提出了申诉 并被驳回 看比赛画面发现 在最后冲刺的时候 匈牙利选手刘少林和他有身体接触 刘少林被判犯规 任紫薇说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 当时都是拼进了拳裂去冲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 韩国队不服判决 已经准备提交国际体育仲裁法院 不止如此 韩国的民众还指控 大陆自从取得冬奥主办权后 就挖角韩国华兵教练提升战绩 彼此间早就埋下嫌隙 我比赛当前 我谁也不敢 韩国我一定要 就牙手费 我一定要给他们干 但是还是没带下去 而跳台滑雪混合团体赛 高达五名女将 遭裁判突袭检查衣服后宣判 大腿的紧身翼 宽了两公分 不符规定取消成绩 让错失奖牌的日本高人气滑雪女神 高黎沙罗累撒雪场 根据了解 跳台滑雪选手的紧身翼设计 有助飞行 因此选手的身高和紧身翼的大小 有明确规范 需要紧贴身体 但容许有些许偏差 而且这一次包括了德国 挪威奥地利在内共20名的女选手 就有五人失格 比例之高 也齐人一斗 TVBS新闻 谢贤锡 陈向如 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明愿 昨 stolen 昨天 今天的 这是 平